你的外送打工 一個月賺多少錢 如果是要我賣的話 也要五六萬吧 我們不是做那一種的 我們是日式酒店 不是你想的那種帶出場 那你們賣什麼 我們收到線報 今晚這裡會有毒品交易 我先提醒你 不要太沉迷 那些都是假的 真真假假 誰知道呢 做你們幾位心力 不簡單 楊九神隱 嗯 嗯 之前那個彪哥 就一定是他的恩客 他哪沒有看起來那麼單純 三十一 十八 特別號是二十九 一門如廊咧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全部都還 你就做到今天吧 如果連這裡都不要我的話 你不等於被我去死嗎 啊 調通 很軟 很軟 中間其實有發生過幾次 假的空襲警報 所以到後來這一次的時候 我就說你確定嗎 然後又請助理多買了幾個驗運棒 不同牌子 器官買 然後確定是有了之後 我就是給他比了一個 就是證明我是沒有問題的嘛 來 左下角 紅色衣服的攝影大哥 來 中間再補一下 我特別要恭喜焦哥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焦哥 快當爸爸了 恭喜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是會拜託焦哥 這個明年 明月的時候 他一定會幫我們的 伴手禮多購買一些 您才是最會推銷的 不是 已經想到明月禮啦 其實這個等待不是一兩天嘛 我們已經努力一段時間了 所以中間其實有發生過幾次 假的空襲警報 就是疑似有了 後來又沒有 所以他的心情到最後 就已經變得很平靜了 光今年就大概有 兩次假信 那是空包站嗎 呃... 就是驗那個 不準 就那個棒顯示是有 那之後就有 就又來了 月經又來了 所以那個牌子真的不行 所以到後來這一次的時候 我就說你確定嗎 然後又請助理多買了幾個驗運棒 不同牌子 去看看 然後確定是有了之後 我就是給他比了一個 耶... 就是證明我是沒有問題的嘛 過程那個很多人 很多人都要我去看醫生 要我去幹嘛啦 你們不也一直問我有沒有 沒有嗎 我們掉袋子喔 掉袋子喔 因為我是個潮人嘛 我喜歡潮流文化 我在五年前就買過一台 APP的那個娃娃車 日本那個APP 到現在連箱子都沒拆 一直放在我倉庫裡 終於明年可以開箱 就說五年前就買好了 對對對 那時候就把它當收藏品 然後也不知道幹嘛這樣 然後本來是想來載元氣的 後來發現太小了 本來是那個載狗用的 後來發現太小了 所以終於派上用場 那其他的東西 目前還沒有開始想啦 還沒有開始想 他現在是有點焦慮 因為昨天開始有各種奶瓶啊 奶嘴啊 尿布啊 就是開始要 要寄包裹過來 好像一個支援前線的遊戲 銅裝啊 什麼都來了 所以就是應該 他還不著急去買這個 我覺得他現在比較重要的是 穩定自己的情緒 這個是最難的 買東西那個 一下午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那要不要去買就好 但主要是他自己的心情 他沒辦法控制 荷爾蒙沒辦法控制 謝謝 我們為了 我沒辦法去買這個 他也就是 但是… 我們要來拍照 好期待 你要拍照 是